我們導 剛剛那部紀錄片的導演就在剩下 在那裡 在那裡 其實要很感謝公司 公司他下來這邊採訪一段時間 他發現說他來兩三天拍不到東西 那民眾如果有拍東西的話他就直接可以用 所以他 我們投稿的時候有一些地方他不滿意 他叫我們重新修改 所以就照公司要的東西下去修然後再去播 那播完之後我們又去投那個高雄經典的高雄電影節 他還是讓我們入圍那個國際短片那個 環境短片 綠色短片 所以他給我們有機會有那種講話的聲音 因為大領埔這些事情其實都很久了 我61年次的就是剛出生的時候 公園區就在開始在運作 開始在成長 但是我的父母親不會告訴我說 我們的田地當時是被政府徵收了 我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阿公告訴我 就是我知道我們大概有 兩甲的土地在中鋼跟中鋼裡面 兩甲大概是四千坪啊 那時候徵收是 強制徵收是一坪寒地上物喔 比如說你的農作物 一坪是310塊 政府就徵收 那時候我阿公不想領這一筆錢 你說我要給他拿 搞不好後面會比較多啊 結果放掉最後還是340塊 最後就是 那我們的 我們到社區的路喔 是穿過工業區 那現在工業區蓋完之後 我們不能經過要繞一圈 所以因為這個問題 連我當地人 我都三十幾歲才知道說 這問題很嚴重 都沒有人去講 也就是透過難易的這些學生好朋友 他們先來看 然後我們音量這些事情 我們攝影班到現在大概快要兩年啦 很長的時間 那現在漸漸的就是他的議題啦 他的 被看到的能見度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再走下去 因為台灣類似的工業區有五六十個 那他可能是他的規模 跟他的那個 時間性都很長 四十年前他這樣走過 四十年後他可能還會繼續做 可能會到時候會 一個很巨型的工業區 包含環包港 大林 整個區塊都要變成一個石化工 那個製造生產的基地 那因為剛剛我們提過那個煙囪 他一隻三百公尺 他會飄 所以有人就是說 他汙染的時候 我們會容易感受得到 那有時候 海邊的風雲牆 他往內陸吹 有的時候就吹到美濃 然後到美濃的山 他又沒有風 他就沉下來 所以空氣不然不是只有當地 他會隨著風向去跑 所以你有時候你發現有問題 你去檢舉說沒有用 因為來不及採樣 而且他會亂飄 那我大概就介紹 這個片子是我們 我們就是當地的民眾自己做的 那到時候有什麼疑問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 雙向有一個對話這樣子 影像館 影像館在哪 影像館喔 這就是 還是獎金家庭 喔 色班就是 我們要做這些紀錄 但是發現沒有人 那搞不好我們想說 設計裡面會不會有一些刺客 就是躲在裡面很厲害的 很像吼我這麼強的 其實我發現沒有 沒有這種人 所以我們就拍攝影班 就是我們先教基礎的攝影 然後找我們的一些協會的人來 那時候我們里長很支持我們 包含學校的場地租 那個出界還有那個官方上的一些聯繫 然後我們就先找大概有五個人到十個人 先寫基本的攝影 攝影工人就是說 他也是一種紀錄啦 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挖掘 然後如果這些東西他是證據的話 他又可以到康寶局去投訴 所以攝影班的功能大概有這些 那我們剛開始兩個主軸 第一個就是說 把他的資料先從沒有到有 有 因為那個地方太久沒有做文史了 他那邊有三四百年的lease 但是沒有去做這些資料 那我們先把他產出來 那產出來要給人家看 比如說到網路 然後到那個報社 那這段時間他還上過蠻多頭版 像剛剛那個藍台 他就是我在想應該是說 民眾要去投訴環保群 然後投錯投到蘋果日報 那蘋果日報 那蘋果日報覺得這個有賣點 就變成頭版 因為他那個顏色很夢幻 很漂亮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 攝影班結束之後 剛好男一他們跟海馬小組 來做一個叫做環境的營隊 教小朋友認識環境 那他們營隊大概是三天就結訓了 結訓的第三天 終於就爆炸了 就是現學現賣 就是學完怎麼拍 怎麼剪短片 然後就馬上可以去處理 那又因緣機會就是說 我們要辦活動 最後金甘正營展找不到 找不到地方可以辦 然後又跟他們接觸 所以金甘正今年就是年初也是在大林鼓拍的 所以等一下會放一些金甘正的片子 大概十分鐘到十分鐘 大家就看一下 就是二十個全省的團隊 然後到大林鼓駐村 七天裡面要拍一個短 拍出一支短片 當地選角 然後當地拍攝跟當地剪接 當地放映 在七天裡面要完成 這個也是對我們 就是 上四十年來這裡 從來沒有辦過大型的活動 金甘這個算是 對我們這邊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因為它在最短的時間 累積二十個短片的一個影像紀錄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給大家一個三分鐘思考一下 那在中間我們準備一下 郭欣在這裡 那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發問 鴻蠻港在你們的 隔壁 隔壁他們圈到哪裡去 東安路圈到那個 高雄捷運有一個 又大家又集中 又集中 政府就給他們 住在一起 對住在一起 那這個工業區都政府 可以是一個 有一部分是 有 我就是 他把工廠的淋渣 還有建築廢棄屋 混亂的淋渣 把他都放進去 千村計畫就是有幸福 好 絕對都負債喔 都是負債喔 而且在中間 有很多場所 所以很多 都不得是 過程歷程還要辛苦 嗯 就是離開原來的地方 房間有比較好 這邊有賣那個 還蠻好 大紀錄座 看當時的 就是上課學的 就是六個年代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他們呢 就是拿到 對十個 這樣沒有 看到嗎 下一年 那一年是 大二的時候 所以是 一年四年 所以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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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你們那一個 你們大靈府 沒辦法跟他們一樣會貼 呃 因為基本上 也不是大家都想要貼 然後 大理負責人口 也不懂得當多 那光是 我們到底是說 暗中花了 三百多億 而且 延大了三十幾年 所以 我不認為政府現在有能力 來做這件事情 嗯 對 而且 而且 過一些政府的 近十年的 嗯 就是 規劃 它是沒有 開在任何個環境 那你們自己對自己的 軟接 有什麼樣的 準備怎麼樣的 弄得更好 我們是 目前是想要 重海型那個 就是監測的計畫 就是對工廠 呃 呃 理想我們今天在車上的時候 有討論到 就是希望可以運用回饋金 然後買一些 偵測的儀器 就是當工廠有排放一些 這些 弱度的就是 烏龍器的時候 我們可以 即時的去 舉報他們 沒有 有沒有想要多重視 把它圍起來 或怎麼樣的規劃 你 我們四周其實已經 已經太靠近了 樹已經都有辦法 因為基本上像我家 離工廠 已經是 兩三百公尺而已 對啊 就自己先把自己的 這個村先保護更好 因為煙沖的高度大概有 不過你樹根根本不夠高 不夠高 不夠高 可以啦 搜個幾千年就夠高 沒有啦 像我家的樹 砍掉它又 這幾天下雨 它又長出來 真的有吸引 它就會 會跟著你長大 就是綠化就對了 綠化 保護你自己 我們樹在這邊 要怎麼樣先保 你去抵抗 沒有辦法 我們就 先保護我們自己 經費的問題 你們會做 他們也有做 經費的問題 因為那邊的地方 像那個 比較獨立的問題 過年長壽發 我家很多拿去 就可以進來 你就可以玩 真的喔 這是關於社造的問題 謝謝 最重要的應該是 最根本的問題 政府不要怎麼解決 因為今天就算訴訟了 可是煙沖還是在 企業的良心有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那邊 常常會有很多工廠 他們會趁下雨天的時候 排放 而且是很 會令你感到很不舒服的那種 所以我常常都會在 就是雨天的時候 摳到環保局去吃 還沒不可能來啊 對對對 這個重點就當 這些都沒用啦 自己保護我們家隔壁 所以我住在後午真正 我們家 夾夾在 我們就搞不好 我們就搞不好 要我們家就去 變成宿屋啊 對啊 就只有 因為他那邊的工廠 有大概將近五百家啦 石化岳 中有中大 他們政府去成立他們的 那之前成立 應該是說 你工業區跟住宅區 要分離 你要有一個三公里的距離 那沒有當時蓋的時候 沒有 不管這個不懂 沒有環保 因為說沒有環餅 六十幾年環餅嘛 沒有出來 還沒有出來 八十幾年才出來 所以距離 最近的是 住宅區跟燕中是一百五十公尺 我看你們的房子 也都是高樓大廈 沒有吧 沒有房子 沒有房子 對啊 這樓房都是樓層的 不是樓層的 樓層 樓層以前是高樓層 這個問題是這樣 以前是高樓層比較多 但是為什麼會開樓層 當然會開房層 剛才會開房層 剛才是家庭 要剃 剛才是高樓層 以前是高樓層 以前是高樓層 對 還是有 也像大廚 問題是 我們在六十幾年 是高樓層的 全收起來 再人 那些錢趕快去 趕快去改個房子 但是 你看到那邊 那邊 煙蔥全部都是甘蔗的 所以旁邊你這樣講 你 你都被他徵收了 對 那也是很問題的 都 土地讓我們徵收 我以後 讓你就位聚會 其實就位聚會 都沒有 不是都沒聚會 回饋 回饋 鄉村 這樣 是在回饋高雄市政府 不是在回饋 我有做一個統計 其實一年喔 他發的這個 沙拉油 然後洗衣粉 我們有統計工 一年不到三千塊 我們有 我們有 累積嘛 然後把他 拿到海邊拍一張照片 像神多鳳姐 看多少 大概三千塊 所以你們以為說 回饋金很多 其實就是這些而已 其實就是 給高雄市政府 然後讓他回饋為高雄市 讓他們就是 什麼 入瓶計畫 什麼都丟給高雄市 可是 大人福祉你們有 因為他掩蓋這些資訊 外面不曉得說 他們都以為說 公一居然拿到很多錢 然後 又很貪心 這個是他給外面 很不正確的訊息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住在那邊 我們要怎麼保護 我們自己比較可惡 這個比較重要 他應該是 針對男星計畫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 男星計畫很生命 我認真 他 他 男人王 突解突解 然後 大人解 大人解 那個圖我解釋 然後 那個是 大概 三十幾年前 十大建設的時候 因為中鋼 他的爐渣不知道要丟哪裡 所以他就丟海邊 對 然後後來填出一塊地以後 吳敦義那時候 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發現 欸 爐渣可以 就是填海照入 然後他就 就是有一個男星計畫 然後開始圍海 開始丟爐渣 丟一些廢土 下去 然後 後來他就是 未來會把這個男星計畫 然後外包給其他地方 像是 遊艇專 製造專 就像已經是賣給財團 所以當初這個爐渣 吳敦 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工業那時候 他本來要 去的石塔建設 石塔建設 他那邊說 甘蔗野有些土比較高一點 那土都沒有擠掉 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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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 都會 海風海時期 都會 整個海面都變成 一個網赫色 那時候 他那時候就開始有 中方在產業 爐石也沒有地方丟 他就 等到南千 這個南千就 又掛了 不是辦法 南千就是在那裏埔海岸線 那邊叫藍星計畫 藍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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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一個沙灘 一個很漂亮的沙灘 他那邊那個海域 海資源 他很巧妙散過 他被 他被 這種黑資都 外人糕 那個 烏魚就 他被 所以都會 在外人糕的時候 我還要 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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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那個 當那個 那邊 就看那個 烏魚在那裡 都會被 現在 現在 不要說烏魚 我們現在 我現在有 我現在有 所以以前那些 那些 那些 路燈倒在那裡 就是會被人家 做一個 做一個 黃坡 然後圍起來 就變成一個土地 那土地 以前是藍星 無計畫 不是叫做藍星計畫 藍星以前都是沒有計畫 他有計畫說 要蓋那個 飛機場 交往機場 要牽到那邊 他又沒有 結果 經過一段時間 之後 轉到周圍 這個土地 因為 一邊 是做油庭專業區 一邊就是 油廠 費用給高雄 港務公司 其實那是 都給財團在台灣 對 那把那些 你想想看 因為 很多油庭工程 它本身都已經 不公平了 那時候 市政府就把 把他們 集中起來 做油庭製造器 其實 要做油庭製造器 那個地方 是都 存在地 存在地 那是 南方 政府 南方 買一般 政府來的 方法 那 因為 那是一個 海豐庭 海豐庭 先 大陸的工具 太好燒 只要 用在那裡 皮湯 結果 他在藍芯計畫 南端 那裡 做個油庭製造專區 油庭是用什麼 玻璃纖維 玻璃纖維 在做嘛 標纖維 只要輸在皮湯裡面 到會部 是一定的 變成 纖維 千尾花 甚至要掉到會來 你剛才政府 用熱水 泡熱水 他那個 都會輕微開始造型 不是一直在表面上 甚至是貓氣口 去洗 結果他去那裡 南方口的時候 去那裡 那待會兒 因為那裡 大陸的地方 他八個月是吹南方 到八個月 那他去那裡 整個村莊 全部都完蛋 那他把他 每次阿門跟他看著 他 看著他 原本的道路 說實在 不是 看著 東陸進來 人生的國際圖 就看不到 只要我們現在去那邊 大陵埔 有什麼可以看的 街頭 就是你 對 對 像我們家 我有我的故事啊 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大陵埔在 廟在那邊丟 對 那個是中陰佛度 是美雷我們的祭典 對 那有這些故事 有什麼故事可以講 可以讓我們看的 看有沒有看的喔 大陸 還蠻多歷史 因為那裡其實蠻多 就是一些校長 他可以告訴你 就是大陵埔的歷史 然後像我們有開那個大陵埔的效果 他上面就是建設 那邊就有海邊嘛 是不是 這是海邊 對 那個凹槽那個地方 將來他還會再田 在田 這些地方 對 凹槽那邊 他現在那個一個 在那個空地那 紅色的橋 那個 那邊有海 那邊是藍海 這邊是藍海 這邊是藍海 以前的藍海 下來下面下面 那邊是藍海 這是優亭製造專區 那就是藍風近區 進去我們村莊 就從那邊進去 然後這邊 另外凹槽這邊是屬於 它綠人產業 跟一些工廠 大陵埔村 那個藍色的綠帶 那是我們兄 那出去那就是什麼 這邊這邊 這個地方 全不同的油槽 跟什麼 跟什麼 就是那個 圓桶型的 爪子 那你這邊有沒有 過共汽車 跑到你們那邊 撐 公公汽車也有 公車也有 就是一班 幾號耶 幾號一班 紅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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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要 你什麼時候要 我現在天我去幫 我會做很多 我可以去幫我 一萬塊 我會專業跟你在一起 台中的館 館 好 你先去大大婆 大大婆 我一支演講 我都跟你介紹 四言166 一言 各位聲明 全部都要結合 趕快力量要弄起來 我們上大家有 因為這樣聽起來 你們為什麼那麼多年 都會被人家弄成這樣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哪 都是不敢出聲 為什麼不敢出聲 為什麼不敢出聲 那你 那你 八十幾年發生 都不懂 都不懂 出聲你叫我們 砰砰 對 就是有發生一些 全台灣 全台灣 全全國最大的 環保事件 就是五二六事件 五二六事件 五六事件 就是大大婆人 對中有的空間 然後 長期累積下來 他的父母 他要發洩出來 結果 他是在那裡 前 震報部隊 好幾百個 他衝進我們村莊裡面 見人就打 見人就抓 相當大公司 四四個判刑 有三個去逛 這個事件很少人知道 你們又不曉得 人家外界以為說 大領埔是環保有馬 死要前 這也沒有 他都打了 有兩者 開兩個影片 也沒有提到警方 造致行為非法的廣播 甚至衝突發生最激烈的時候 他並不在場 只是時候不到現場 才被警方在路 法官的消息 有關了 他現在就這樣告 沒有 現在也是有 原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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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說 他中意的是環境運動 他是到 判他是屬於 襲警 還是妨害公務 那個方向 都已經不動不掉 很少人知道 民眾不敢談 這一點他們會害怕 因為我們現在 大家 歐巴桑人會懂 展現在那邊 公認到 所以這樣聽起來 大家不太懂 不敢談 不敢談 那些人還會怕 我們拿相機 他們會覺得 我們怪怪的 那你是裡面的人嗎 我們是當地人 他覺得你拿相機 他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們要靠外面的力量 去影響他們的想法 到現在還會怕 二十年還會怕 夏天再去 冬天會不敢去 冬天要戴很多衣服 有沒有 這裡冬天還好 跟家裡比起來 沒有那麼冷 沒有 他那個過程 就現在聽起來 就有一點像當時 在恐怖 在抓人一樣 就是說 他在趁晚上 有晚上的時候 人少 然後他就是從 你們以為他沒人 他躲在那個 中油裡面 然後從那個 兩邊的那個圍牆 衝出來 那有的來不及 跑的被抓了 然後有的跑到村莊 那警察也受傷很嚴重 那個時候 行政院長是好伯村 然後他就是 夏令就是抓人 他們是說 五個一組 在琴米棍到村裡面 只要晚上兩點 還沒有關燈了 就抓 先抓再說了 先抓去問 那現在還會嗎 沒有那是二十年齡 對啦 所以現在團結起來 我爸爸要想起 那個時候已經解嚴了 要叫國性棋 國性棋 那哥友 他用 他用 憲證 我哩 哥友 苦嘴 你憲證 現在不然看正 現在要拍短片 拍短片 人家容易看得 大家歐巴桑 讓他們修 給他們有 要叫國性棋 那幾個 馬英九不上網 變法 一上網就看到大靈谷 因為他不懂 因為他不懂 不是他 因為我不靈白不靈 因為不懂 而且是知識分子都離開了 不想住那裡 對啦 現在要拍片讓他們懂 拍片大家看 要看懂 要看懂 從我去江海高毛線 做東西 一邊做一邊聊天 從那邊這樣慢慢 我們現在等104年 後進的鐘也要簽場 他又不說他要簽去哪裡 所以我們再等這幾年他的變化 那你可以 當老婆子去管政府 去哪裡去 討論 我們現在因為 是周年代表 不是那個 直行 你會變成為鐵 我們是 這就是 我覺得 這是 有什麼問題嗎 不然我們再看一個影片 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來 你們沒有想過糾結 放棄油彈 進去煙囪 沒有那是我的性格 沒有想過糾結 你們剛剛提到的 像 會被污染到的像美濃 或者是 附近林鄭的村里 最近20年後 已經有這個市場 而且 比較有這種知識的人比較多 沒有想過糾結 他們的力量去 去抗爭 或者去糾察 或者 甚至 像國外那樣去 斷 斷了那個 進村的道路 所以說你們村 整個都被威脅了 因為像美龍 美龍這個事情呢 是我們最近才知道的 然後 剛好就是 耀熊 他有辦那個 金煙聰協會 然後他的協會裡面 就是找了 因為他的會員要 協會裡面的人要 你要找幾個 你要找幾個 那現在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剛好有美龍的對不對 有 有一個美龍的 對就是他是要找 高雄各個地區的人 然後來到金煙聰的協會 他才有辦法 就是做這個 你在做啦很慢啊 剛剛開始而已 就是他才剛開始聯繫到 各個區的人 組織的那種概念 現在才 今年才成型而已 你們可能做十年了 我們才剛開始啊 沒有啦 只是想說 如果 大家都有受到傷害 然後其實 糾結群眾的力量 會比較好 就算要 要開火也是要 那我們很懷疑的是 就是 美龍人可能還不知道 我們的顏色 跑出美龍 就是要看數據 對啊 他們看到那個 好山好水 應該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其實 這個姿勢是透過 一個攝影師 然後他 他為什麼會知道 他叫陳柏伊啊 畢哥 他是因為他 對 他那個 附近 他那個科技 就是他跟環工系很熟 然後他說美龍那邊 測出來那個 應該是懸浮例子 那個濃度是最高 是 就是這樣很莫名其妙的知道 然後我們知道的線都是 其實都是透過那種 譬如說 當地人亂找人 然後我們亂拍一些 有的沒有的影片 然後這樣 我們是透過很亂七八糟的方式 去 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慢慢才 動起來 這樣子 像我就是泥山造的 我知道 不是你天氣 對齁 你那邊有多少戶人家 有多少人現在住在裡面 大概七千年 多少戶喔 如果包括厚比口的 我村莊齊 應該 實際住的還是有戶籍 有戶籍的啦 有戶籍的 將近兩萬人 那 實際住的沒有啦 兩萬是總人口 總人口是戶籍處啦 有涉及在沿海地基六里 六個里的 那大領埔 差不多一萬多吧 一萬多人 那實際基礎在大領埔的 好像不到六千年 二十六七千年 六千年左右 六千年左右 第二零人口蠻多啦 是為了幹什麼 烤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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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中乾 不然不用做烤車 其實那些人 很多人都沒在大 我們就說 我們反對他 但是很多人都在裡面工作 包括我也在裡面工作 我反對他 那我要在公館工作 那那邊也沒什麼好工作啊 所以這是很 這裡面是很 那個心態上是很矛盾的 你又離不開 離開了不管是 你在那邊你又做不了 不曉得怎麼 現在不知道怎麼走 你現在領中油的鐵在生活 不是中油 就是也是在工業區裡面 靠他生存 那你要反對他 那你如果有一部分的員工 在這裡工作 你基本上是不敢 反對公司的這些問題 所以他只要 默默的在護 對 你只能 你不敢 就是很 抬頭的讓他知道你是誰 因為他也有很多公關體系啊 所以你抬頭也沒有用 現在現在這樣不會 不會就是 風阻或恐慌你不會 因為他可以平衡報導 他可以拍短片 他可以做公關 或新聞的那個記者來 平衡報導 所以我們的資料是出不去的 很不容易 讓人家看到 真相不容易出來啦 編主社區發展協會嗎 有 有 一大堆 那你們都不是 你都沒有參加 蛤 你都沒有參加 他們 我們是不想參加 但是還是要參加 所以第一個就不懂 對環境也不懂 對法令也不懂 我要 回扣一下 就是那個 我之前有去美農一個愛相伴的營隊嘛 然後他們有請那個地球公民基金會的人來講 他們比較強 我覺得你也可以跟地球公民基金會他們聯絡 因為他們就 其實有講到就是 他們有講到就是美農那個地方其實懸浮力值那個濃度是最高的 然後有的資料 我們有的資料是他們給我們的 他們對那個制度或者是說法令他們很懂 他們基本上我看他們不做抗爭 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之前後進那邊嗎 比較溫和啦 就是靜坐 然後走在最高就是修改法令 透過修法的 他們說你工廠到哪邊都有一樣 汙染都存在 你就是減量 或者是說技術上要提升 我就要控制你的總量 你嚴重要減少 你不減少到哪邊就是 就是導演 那等一下 這個片是 那 那 這個片是就是 後來我們有 就是高雄在地的 那叫什麼 拍攝 他本來是一個在 橋頭的 橋頭的那個 金甘蔗 金甘蔗營長 對 然後他們自己也是出了一點問題 然後他們就出走 然後出走 這是講實話 對啊 他們就出走然後找地方 然後剛好就是 被那個拿攝影機的 對 不是你嗎 但是他協助很多 然後就是被 有點是我們被攔截 然後剛剛好就掉到 代音補助的地方 因為他在他本來是 跟橋頭很緊密的一個營長 然後他們可能半六屆都在橋頭這樣 然後都拍那些故事 然後都是 就是學生團體或是國外團體 他要遠從澳洲來的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跟他剛才講的一樣 可能就是花個七天 然後在裡面完成所有的事情 然後又放片又幹嘛 然後就是 走走 就是我說這個活動就是掉到大營谷 然後大營谷當然也會出一隊 然後這是 這就是他們隊的作品 然後剛剛你們看的公司那個 那個東西其實是在金剛這個之後 對 所以那就順序有指 對對對 所以再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完全是當地人協力製作的一個短片